好 下面我们来讲第六个大问题 内部债权债务抵消 六大调整分路 第六个分路 实际上是在前面第五个当中讲过了 那么这个六内部债权债务 我们讲一些特殊问题 讲一些特殊问题 实际我所讲六大调整分路 是指前五个内容 那么其中第五个内容包括了 包括什么 包括了债权债务抵消了 因为这两个是连在一起的 下面我讲一些特殊问题 特殊问题 好 第一个应收账款与应付账款抵消 前面讲过了 那么第二个应收票据 还有什么应收票据应付票据 还有预收款项和预付款项 这两个报表项目 一个叫预收款项 一个叫预付款项 或者和合同负债 那么这个内容比照上述方法处理 也不再讲了 那么第三个债权投资和应付债券的抵消 这个内容很少好 很少好 但是考过 那么下面来讲三 之前没有讲过 那么一方发行债券 那么一方购买了 是极端公司内部 发行的极端公司内部购买了 在这种情况下 那么一方确认为应付债券 那么另外一方确认为债券投资 或其他债券投资都可以 我们以债券投资为例 这是一个吗 同时呢 还可以忌息 一方忌息利息收入 一方忌息利息费用 这些内容都要底掉 所以分路借应付债券 发行方的期末贪余成本 然后呢 对应的是债券投资 是购入方的期末贪余成本 同时如果有差额 如果有差额 在借方 记住走的是投资收益 那么在债方走的是财务费用 记住这个可以了 记住就可以了 第二个 投资收益和财务费用 内部的 内部的 所以要底掉 借投资收益 代计财务费用 那么这两个 如果金额不一样的话 你在计算的时候 不一样的话 记住输的原则就可以了 同时应付利息和应收利息 要底掉 那么金额是面值成票面利率 底掉 那么抵消分路是 借其他应付款 代其他应收款 因为报表项目应付利息和应收利息 这个报表项目已经取消了 并入到其他应付款和其他应收款 这个报表项目中了 下面用利息来说明 2月11月1号 加公司支付价款是1000万 从二级市场上购入了一公司 当日发行债券 那么面值1000万 票面利率5% 那么注意按年支付利息 本金最后归还 我们来看一下 一方是发行 一方是购进 所以借应付债券代记的是债权斗子 面值以前 没有一家责价 那么第二个呢 我们抵消利息 那么利息呢 是面值成票面利 50% 50万 所以一方呢 走的是应收利息 那么一方走应付利息 所以底掉 借其他应付款 代记其他应收款 这是50 那么第二个呢 走完第三个呢 同时对应的是 利息收入和利息费用 反分路底调 借投资收益 代记财务费用 50就可以了 这是一个 第四 长期付款 括号 获长期借款 与长期借款 那么这个内容 前面已经介绍过 再从这个角度再说一下 那么这个内容呢 还是新增内容啊 我记得新增不少东西啊 这么来看 假公司将取得的借款 出借给子公司了 注意借的啊 注意我前面讲的是 借了钱了 直接投资给子公司了 这不是 这是我借给他了 所以某公司将取得的借款 出借给子公司 那么子公司呢 将所取得的这款项呢 干什么用 还是构建固定散 那么在子公司的个别报表当中 相关借款费用 符合资本化条件的时候 应该与资本化 没问题 但是在某公司个别报表当中 相关借款并是废话的 因为它不是构建 估计计算 所以我把钱借给你了啊 那么对我来讲是废话的 对你们来讲 你们借款了 那么对你们来讲 可以资本化 而从集团公司 即合并报表 这个层面上来看 相关借款符合资本化条件 都应该与资本化 所以在这个时候应该调整 有一个差 有一个差 好 那么我们来看 母公司个别报表怎么操作 母公司个别报表 第一 取得借款的时候 借银行存款 代季常借款 这从银行借的 或者从其他企业取得呢 那么带的长期应付款 那么第二 确认利息费用的时候 借财务费用没问题 因为母公司不是构建固定散 它只能费用化 代季长期应付款 那么这个指的是 这个对的长期应付款 应付利息 对的是长期借款 这一件事 然后我们再接着看 那么第二 再看母公司里边 那么将取得的借款 转借给子公司了 那么这时候借的是 长期应收款 代银行存 借给它了 那么继续确认 立即用借记长期应收款 代财务费用 因为我把钱借给你们了 对吧 我从银行借的钱 我要给银行利息 我把钱借给你们了 我要从你们收利息 对吧 所以借长期应付款 代财务费用 这是利息收入 是利息收益 那么再接着看 子公司个别报表 从母公司取得借款 构建固定散市 借长 借银行存款 借银行存款 代季长期付款 这是第一个 借银行存款 借长期应存款 那么这边呢 借银行存款 代长期付款 那么第二 期末 确认应与资本化的 借款利息费用的时候 满足资本化条件 借记 再建工程 代记长期付款 资本化利息付款 那么取得闲置资金收益时 仍然是借应收利息 代记 再建工程 这都没问题 对吧 好 我们再来看 和编报表 和编报表当中 就要注意了 那么这笔钱 我借给你了 我借给你了 我一方走的是长期应存款 那么另外一方呢 走的是长期付款 这属于内部交易 低调 和那个应收应付 道理是一样的 所以我借给你钱了 我长期收 你长期付 低调吗 低调 不低调 虚增了 所以借记长期付款 代记长期付款 金额是本金加利息 这个利息 多记的利息 那么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那么多记的 这个利息费用 或少记利息费用 我们在这调整 从财务费用 调整在建工程 也可能从在建工程 调整为财务费用 但一般来讲 是借在建工程 代记财务费用 怎么理解 用立题来说明 好 我们来看一下 2020年考题 从立题说明一下 假公司是一家 从事不动产 和股悬投资公司 17年 18年 和19年 三年 资料如下 假公司 18年 设立一家 全子子公司 物公司 向其投入一项固定产 好 19年 以后 假公司将 物公司的 49%的股权 转让给 A公司了 100%的股权 其中 那么有个 49%的股权 转让给 A公司 给卖了 卖多少钱 卖了3个亿 取得转让的借款以后 干嘛用 再给物公司 给物公司 来建造这个固定产 来建造固定产 没钱吗 所以在这时候 首先 我 对你们 对你们 投资 持股比例是 百分之百 对吧 然后我又把你们 49%的股权 卖给别人了 卖多少钱 卖了3个亿 卖了3个亿 用了3个亿 再给你们 再借给你们 再借给你们 物公司 干嘛用 专门建造 固定产 这么的地方 好 接着看 A公司 不能转让 该股权投资 还限制条件 两年后 假公司 需要按照 10%的利率 确定 复利中值 按照 3.63亿元 那么 再把该股权 回购回来 我干嘛呢 抵押借款呀 抵押借款呀 借多少钱 借了3个亿 还多少钱 3.63个亿 那个0.63个亿 就什么 利息费用 好 当时 假公司将取得 3个亿的款项 借给了物公司了 那么 用于上述 工程的建设 那么借款期 两年 利率是 5% 到期一次 归还 至年末 该工程 尚未完工 那么 物公司当期 为工程建造 发生支出 2000万 取得 闲置资金收益 是450万 要求 根据上述资料 那么 计算 该笔借款 在19年末 个别报表 个别报表 借款费用的金额 编制 合编 报表中 有关调整 抵消分裸 好 下面我们来看答案 那么 该笔借款 在19年 个别报表当中 个别报表当中的 借款费用 资本化金 我不借给你们了吗 借给你们了 我的借款 利是5% 对吧 所以是 借给你们 3万万元 乘5% 然后呢 资本化金 对吧 然后再减掉什么 那个取得的收益 450 资本化期间 存款利息收入 450 那么算出的是 1050 就第一个 第二个 从合编 报表层面上来讲 这个借款 资本化金额 应该多少 是应该是 10% 这10% 我们往前翻反 往前翻反 那10%哪个 就这个10% 10% 那个10% 看到吗 10% 也就是说 假公司 把物公司股权 抵押给A公司 从A公司 借钱借了 3个亿 利率是10% 因此 回来再接着看 从合编 报表 这个层面上来讲 那么这个资本化金额 应该是 按10%计算 3万乘10% 再接着 减掉还是450 算出250 250 好 那么计算完了 再接下来 合编 报表中 与借款 还有借款 费用资本化 相关调整 抵消分路 第一个 内部债权 债务抵掉 我借给你们了 我走长青收 你们走长青赋 那么怎么 底调吧 所以借记长青赋 代长青收 那么本金是 多少 是3万 加上3万 成百分之五 因为我借给你钱 是收百分之五利息 我有利息收入 你们利息费用 所以这百分之五 是增加长青收 和长青赋 账面价值 所以算出 31500 就第一个 那么第二个 你们资本化金额是多少 你们资本化金额 是这个数 是1050 但从合编 报表角度来讲 资本化金额是2550 对吧 差多少 差1500 差1500 就是3万乘百分之五 不是百分之十吗 百分之十 减掉百分之五 不差百分之五吗 所以3515 再补过来 所以在这个时候 将个别报表当中的 这个财务费用 转到载件工程 借载件工程 代财务费用是1500 也就是上面俩差 上面俩差 个别报表中 是多少 是1050 从合编报表角度来讲 是250 差了1500 补过来就可以了 所以在这里头 在这里头 百分之十 刚刚说过了 百分之十说过了 好 再接着看 再接着看 甲公司个别报表 合编报表 完整的处理方法 我这块叫解析 我想讲个完整 他没要求讲完整的 所以我想讲个完整的 答案解析 题目中没要求 但是我想要求一下 首先甲公司 向I公司转让 这个股款的时候 不能终止确认 不能终止确认 所以借银行 存款待计的是 长期付款是3万 然后确认利息 我给人多少 给人家是10% 所以借财务费用 待计长期付款 10%是3000 这我给人钱了 然后再接着看 还这边 取得转让借款 借给物公司的时候 再借长期付款 待计银行付款3万 这我转借给你们了 然后我从里面收多少 收5% 借长期付款 待计的是 财务费用是1500 好 再看物公司 个别报表 物公司个别报表 首先从母公司取得 这个借款是 借银行付款 待计长期付款 然后资本化 金额只有5% 所以借借建工程 待长期付款 351500 闲置资金 借阳送往货 借应收 待计 借鉴工程 455 这是个别报表 全部分 那么抵消分裂 前面讲过了 抵消分裂讲过了 所以就这个内容 所以长期收和长期付 内部债权债务 是不是要抵掉 要抵掉的 然后呢 再考虑什么 利息费用 利息费用 我给人利息费用是10% 对吧 你们的利息费用是5% 差了一个5% 那么这部内容 要在合并报表中 将个别报表当中的 财务费用 个别报表中的财务费用 给我转到 再建工程就可以了 好 那么这两题 我们在这讲完了 下面我们再接着看 综合题 21年的考题 再接着看 还是这方面内容 21年的考题 我觉得挺 没有什么难度 中规中矩题目 甲公司相关年度 资料如下 18年1号 甲公司发行了5000万股 本公司股票 从丙公司处购买 其所持有乙公司 60%的股权 从丙公司处购买了乙 当日办完手续了 好 面值1块钱 公元10块钱 甲公司用银行送付了 评估费150万 好 18年1号 乙公司净资产的账面 价值6万5000万元 其中括号 干嘛用的 我给你加括号 干嘛用的 复制粘贴用的 复制粘贴用 依照未分配令 整个粘过去 可变成精彩 公引价是8万 8万 账面6万5 公引8万 那么差多少钱 差在钱就什么 就是评估增值了 这土地使用权 评估增值15000 其他都一样 尚可使用年限50年 残值未定 按直线法谈销 当日对乙公司 董税改组 改组后能控制乙公司了 说明是母子公司 假公司购买乙公司之前 乙公司为假公司 常年客户 除此之外 没有关联房 说明这是非关联房关系 第二 18年6月25日 假公司出售 其生产的设备 这产品啊 生产的设备产品 出售给乙公司顺流交易 是不是顺流交易啊 售价2500 成本2000 乙公司作为管理用 固定三 6月28日 偷使用 当月增加不提折旧 年限10年直线法 截止到18年12月31日 假公司尚未收到 上面货款 没收钱 按5%提了坏账 第二年 19年收到了 三 18年度 乙公司实现净利润是 6000万元 持有的金融赡 公民价上升 劝着其他综合 收益是 1000 还是18年 按照购买日 乙公司净赡 账面价值 持续计算 净赡是7万2 这个数有用没有用 你说有用也没用 你说没用也有点用 但是我告诉大家 关键是俩字 看这俩字 你知道有没有用吗 按照购买日 乙公司净资产 这俩字 是账面 不是公民 不是公民 那么这个资料 说把老并不是真正 持续计算下来意义 我们要计算是以购买日 可辨认 计算 公民价为基础 持续计算起来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建议大家 这个资料 参考下可以 这个资料 你在编合编报本的时候 别给我站过来 别给我站过来 因为这道题 购买日 评估增值 购买日 评估增值 持续计算的时候 一定以购买日 那一天的 股本 资本 公体 营业公体 未分配利润 为基础 持续计算 这道题它是账面 不是公寓 所以资料没什么用 但是你能看出 购买局关系 但这数不是瞎给的 四 19年乙公司 又实现利润 是5000 这都得调整 其他综合收益 又增加了200万 甲公司编合 编报表的时候 将乙公司 做一个资产主义 一看到这个词 马上想到 商誉减值了 18年末 减值测试时 发现该资产组 存在减值迹象 19年12月31号 甲公司对该资产组减值 结果是资产组的 可收回金额是 9万2000 以公司净赞 账面价7万7 没用 没用 我要的是 商誉减值还记得吗 我要的是自购买 开始持续计算的 与购买供资价为基础 持续计算账面价值 这个净赞 77200没用 那个9万2000有用 9万2000有用 5 20年1号 至3月1号 甲公司发生的交易事项 包括1月20号 甲公司于 19年12月份 销售产品 存在质量问题 被退货了 被退货了 这什么日子 资产负债表 日后事项期间 日后事项期间 又考到资产负债表 日后事项了 卡过吗 卡过 那么第一个 1月20号 甲公司 19年销售商品 被退回来 这所以调整 非调整 调整 2月22日 经批准发行债券 非调整 购买股权 非调整 非常简单 其他资料 10% GTU攻击 然后呢 在这个资料当中 不考虑相关事费 草务报 批准报出 3月1号 这正好到3月1号 要求 跟着我走了 这道题 中规中矩的题目 就是把前面的资料 我们在这给他 在什么 再给他过一遍 再练一练 1 根据资料 1 计算甲公司 长期股权投资的 初始投资成本 编制甲对于投资的分路 计算合并报表中 应该确认着合并商与 来吧 第一 初始投资成本 定向发行股票是5000万股 那么购买日这一天的公资价10块钱 所以算出是5万 第二 合并商与 是得合并成本5万 减掉 购买日这一天的可辨认 竞赞的公资价是8万 承持股比例60% 算出是2000 不考虑所得税 翻路 借长投5万 代计股本面值5000成面值一 然后再贷资本供给是4万5 然后支付给中介机构费用 借管理费用 贷银行存款是150 这两笔符一定要拆开写 好 要求二 根据资料123 编制甲公司18年的 看看哪年的 是18年的合并报表 调整抵消分路 你往前看看我什么投资 是1月1号投资 不是让你编第二年 省事了吧 省事 他没让你上来编 19年的合并报表 调整抵消分路 那真的就简单了 所以来看18年1月1号 投资10点 土地使用权 评估增值1万5 所以借记 无形散 代资本供1万5 没有所得税 这是购买日的 购买日这一天的 这为什么要编购买日的 老师你再看题目 人家说根据资料1 资料2 资料3 编制18年 全部的调整抵消分路 既包括1月1号的 购买日 还包括年末的 你说怎么办 你这个要求得看懂了吧 既包括购买日的 还包括年末的 再1月1号购买日的 将子公司账面价值 调整为供应 这1万5 第二接着抵消 子公司所有者权益 购买日这一天的 这些所有者权 整个复制粘贴 整个复制粘贴 借股本 2万5 借资本供给 资本供给金额多少 这个资本供给5000 看到吗 5000 5000再接着 加上一个 1万5 就变成2万了 所以这个 这个是两个金额相加 再说一遍 是年初的 一个是5000 加上评估增值的1万5 算出是2万 算出2万 借记盈利供给 超过来的 是2万6 超过来的 借位分配利润 9000超过来的 借商与前面 算出来是2000了 贷长头的金额 是5万 那么剩下 贷少数股东权益 3万2000就可以了 好 紧接着算18年末 第一件事 复制粘贴过来 仍然要将 子公司账面价值 调整为公益 粘贴过来 写都被写 粘过来 那么年末干什么 贪销了 借管理费 贷无形散 15000 冲50年 1月号投资 算出的是300 借管理费300 好 那么紧接着 内部交易了 内部交易 这个内部交易 放钱的放后的 无所谓 所以他答案就这么写的 答案就这么写的 所以这个内容 我建议大家 不要在中间 插一杠子 这个做完后 我们做什么 知道吗 我们直接 等会了 我翻一下 我们直接做后面 这一笔分路 成本法 变权法 然后再往后翻 等会 我翻一下 然后再接着 等会了 再接着做什么 做这个翻路 前四笔分路 最好别分家 别给人分家 分家的话 容易丢三落四 容易丢三落四 但是人家标准答案 是这么写的 所以我在这 就给这么列出来了 所以这个 这个调整 抵消分路 我建议大家 就是没有什么特殊 情况 四大调整 分路挨在一起 后面两个 内部交易 加债权债务 放在一起 四个和两个 这俩别分家 各走各的 但这个在先 这个在先 这无所谓了 但我们按答案 走一遍 好 下面我来看一下 首先 18年6月25日 蒋公司出售 设备给予 它作为固定散了 所以这属于内部交易 顺流交易 所以借营业收入 销售方收入2500 代营业成本 销售方的成本是2000 2500 代季固定散500 也就是说 子公司购进后 固定散入账价值 多了一个500 内部交易多了500 虚增500 底调 同时 这就多提了 个别报表中 借管理费用 合并报表给我代掉 代管理费 借固定散 500除以 10年除以2 那么6月份 6月份 看见了吗 那么这是一个 这个要考虑 当月增加的固定资产 不提得教 这个就6月28号 投入使用的 对吧 然后再接着看 没给钱 没给钱 第一年没给钱 借应付 代营收 没增值税 2500 借应付 代营收 同时按5% 提了坏账了吧 那么分路 个别报表 借信用减损损失 合并报表代掉 代信用减损损失 那么借应收账款 2500 乘百分之五 一把数 没所得税 是不是省大事 省大事 好 接着看 那么18年 以公司调整后的利润 注意调整后的利润 和内部交易没关系 千万记住 和内部交易没关系 再也我们先看那个 那么这一块是 投资 试点 投资 试点 那个土地使用权 评估增值了15000 那么有一个 摊交 300 所以300 在这那300 所以这个300 这个300 你们一定要注意 没有什么 没有内部交易的事 只有投资 试点 好 再接着看 本年实现利润是6000 这6000 要加以调整 所以6000 减掉 这个 300 别给我减内部交易 跟内部交易没关系 算出57 有了57 以后 翻路 借长投 成本法 变权法 借长投 代基于投资收益 57 乘百分之六十 其他综合收益增加了 是1000 借长投 代 其他综合收益 1000乘百分之六十 是六百 合在一起 40 20 长期股权投资 不要写明细 好 接着看 我们要抵消 我们合并报表 那四大调整 分路第三个 抵消母公司 长期股权投资 和子公司 所有者权益 那么前面资料 给一个年末的 按照购买日 可变成竞争 账面价值 持续计算金额 那么那个没用 那个没用 我要按照购买日 持续计算 供应价为基础 要持续计算 怎么办呢 好 第一种方法 按照购买日 你购买日不做过的评论吗 粘贴过来 粘完后 再次基础施上 省力再录入了 那么借股本 借资本供应 借盈利供应 再录入了 粘过来 然后再次计算来改 来我看看 那么一条线的 股本 股本 两万五 资本供应 还是两万 还是两万 这数都没变 然后盈利供应 盈利供应 是两万六千 一条线 这新增的 然后再往下接着走 那么未分配 年初是九千 我这多俩字 年末俩字了 九千 然后再接下来 借商与 商与金额 还是 是多少 是两千 一定是两千 然后其他作用的时候 年初是零 能知道吧 好 那么你按照购买日 这笔头粘贴过来 再次计算来改 来吧 改吧 注意一定要就持续计算 持续计算 从18年1号 这个资料 持续计算过来 来吧 第一个 股本 本年没有 资本供应 本年没有了 那么接下来 盈余攻击 这有了两条线 两条线了 这本年 本年调整钱的利润 是六千的百分之十 那么盈余攻击 这个是六百 算出来 二六六零 好 再接着看 那么其他综合收益 先看其他综合收益 其他综合收益 你看就这写的格式 你看这格式 都不规范 都不 你最好按报表顺子 你说这其他综合收益 干嘛放在这啊 你放到年末未分配率 钱头不行吗 这样多合适 这样你不会丢三拉四 报表的顺序最好 他的意思放在这 是因为年初没有 他放在这了 知道吗 年初新增了 但新增你放到 放到盈余攻击下面 不就完了吗 对吧 其实这都是小问题 顺序其实无所谓 你倒无所谓 好 我们先来看 其他综合收益 其他综合收益 那本年新增的 其他综合收益 一千还记得吧 乘持股比例 还记得吧 那我们的啊 这块别乘啊 所以这个有一个是 七出零 加上本年的一千 还是得一千 再接着算 年末未分配率 年初是九千 加上五千七 什么东西 调整后的利润 调整后的利润 减掉六百 什么意思 上面是加六百 下面减六百 盈余攻击 那么算出 14100 带长头 长头初始成本 是五万对吧 那么接着加上 4020 这4020 不就这一笔调整分路吗 成本法 变权法吗 4020 算出来是 54020 赶紧验算 用和平报表中的 长头 54020 减掉 这一大堆 加在一起的 什么股本 加资本 加盈余 加年初 加其他 累加在一起的金额是 八万六千七百 再乘持股比例 百分之十 还是两千 说明我做对了 做对后 赶紧再用一次 持续计算金额 还是持续计算金额的 以购买 是供引价为基数 持续计算金额 是八六七零 这数有用 再长百分之四十 就少数股东权益 就完事了 再接着 抵消 借投资税 四大调整 分数最后一个 借投资税 调整后利润是 五千七成百分之六十 借少数股东损益 五千七成百分之四十 二八零 借未分配利润 年初九千亿支 代提区攻击 六百亿支 最后代未分配利润 一四一利润 这数不要算 从前面超过来 哪呢 看好这数了吗 哪呢 这个这呢 其他这呢 一四一利 超过来就可以 超过来 超过来就可以了 不就完事了吗 好 要求三 根据资料 编制甲公司 19年合编报表 与年初未分配 利润相关的 其他不再编了 调整抵消分路 那么先来看看 那么先来看看去年我干嘛 这笔笔都编过了吧 进营业收入 带营业成本 带固定伞 那么到第二年继续再编 那么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给我换成什么 年初未分配 定书五百 代季固定伞五百 照超 我说我多少遍照超 去年借固定资产 借固定资产 今年照超 对吧 去年代管理费 换位分配利润 换位分配利润 不就完了25 好 那么去年应收应付 没给钱 今年给钱了 所以这笔笔不编了 那么下面这笔笔还得编 这笔笔怎么编的 看他答案怎么写 他和写在一起了 我教大家怎么做的 还记得吗 我这么教大家 看我的说明啊 到第二年还得借营收 代季信用减损失 换位分配 没问题吧 但第二年前收到了 我再把营收账款 再带到 代营收 借什么 再借什么 再借信用减损失 那么两笔分路 借营收 代营收 抵掉了 就变成下面这笔分路了 那么借信用减损失 代季年初未分配利润 那么还是这个数 一把数 所以我建议大家写两笔 写两笔意思就是说什么 如果只写第一笔的话 比如第一笔 借营收 代季年初未分配利润 说明第二年还没收钱 第二年收了钱 我再借一笔什么 我再借记信用减损失 代营收 两个借营收 代营低调了 就这个 你拆开一下 我觉得更清楚 随一遍 完全看自己的习惯了 好 这是第三 第四 根据资料一 质资料四 计算假公司 应记题的商欲减值准败 边翻路 那么怎么算来着 还记得吗 谁和谁比 合并报表中的商欲 谁和谁比 还记得吗 是 什么来着 是持续计算的 可辨认经算公司 不包含商欲 和可收回经货 然后还有一个 就是什么 还有一个就是 持续计算 可辨认经算公司 加上整体商欲 一个包含商欲 一个不包含商欲 再和同一个 可收回经货比 来吧 我们来看 首先 合并报表中 不包含商欲 资单组的账面价值 持续计算 最早购买日 可辨认经算公司 就是8万 是吧 8万就有了吧 8万加上 第一年调整后的 列是5700 第一年调整后 列是5700 就有了吧 5700有了吧 然后再接着 加上第一年的 其他综合收益是1000 就第一年的 那么第二年 调整后的利润 看好了 是5000减掉那300 那300不借管理费 那个土地使用权 你还记得吧 购买日 土地使用权 评估增值 那么算出4700 和内部交易 没关系 再说别 和内部交易 没关系 所以调整后令 是4700 再接着 加上 什么 其他综合收益 增加200 没有现金股利 这叫持续计算 可辨认 竞赛工业家 既不包含商欲 资单组 上面价值 算出 91600 可收回 金额 以致是 92000 92000 两亿笔 不包含商欲的 不包含商欲 资单组 没有减值 说明什么 说明 可辨认自然 没有体检值 不需要体检值 0 那么第二 包含商欲的 资单组 账面价值 还是用持续计算金额 91600 加上整体商欲 2000反出60% 整体商欲算出是 94933.33 除不进 不管它了 那包含商欲 以致兰组的 减值的话 减值 那么就是用 94933.33 减掉同一个 可收回金额 92000 那么算出 2933.33 因此 河边报表中 应记忆提的商欲减值 那么应该是 第二个减值 减第一个 第一个是零 不用讲 第一个零 第二个损失 减第一个损失 零 括号 再乘60% 算出1760 算出1760 翻录 借记资产 减损失 带商欲 二级商欲 这个答案是写的正确的 河边报表中 没有商欲减值 是商欲两字 不就完事了吗 这个在机考之前 考的频率最高最高 机考之后 那么这块考的不多 这又来一道题 又来一道题 这个题我觉得挺好的 要听 完完整整一道题 五 根据资料 我判断假公司 20年1月号 至3月1号 发生的每项大杂会提 我看见了吗 给你弄个日后事项 跟前面什么关系都没有 说明是调整 非调整 然后说明处理方法 处理方法 来吧 事项一 事项一 我把资料给打上面了 打上面了 打上面 事项一是干什么的 是1月20号销售 退回来了 是去年销售的 1月20号 去年19年销售商品 质量问题被退回来 退回来的话 那么这属于什么 这一定是属于调整事项 这一定是属于调整事项 调整事项 对吧 调整要往下 事项一 怎么办 充减上年利润表中 以确认的收入 和以节转的成本 退回库存商品的 那么还要调整 上年的资本负债表当中的 库存商品的成本 那就存货项目也可以 好 这是第一个 再看第二个 2月20号发行债券 发行债券一定是非调整事项 那么这个是非调整了 这个是非调整事项 所以二和三都是 你再看那个 上面那个呢 那个2月28号 那个购买子公司股权 处置子公司 购买子公司 一定都什么 都是属于什么 非调整事项 都是非调整事项 好 那么二三怎么办 直接调整 当期项目 不涉及 那么19年年报调整 但是需要披露 别忘了 需要披露就可以 知道需要披露就可以了 那么这些题和前面 一点关系没有 给你来一个 调整事项 非调整事项的判断问题 大杂会就这么一个题目 好 到了为止 这道题我们讲完了 到了为止 我们全部讲完了 好 到了为止 合并报表六大调整分路 全都讲完了 六大调整分路都讲完了 那么六大调整分路 再强调一下 那么没有特殊情况 考试的时候 那么顺序 你可以先做那四笔 那么第一个 第一个将子公司账面 调整为公寓 那么第二个成本法 变权益法 第三抵消母公司 长投和子公司 所有权益 第四个 那么抵消子公司的 这个利润分配 和母公司投收益 这四个你放在一起做 那么后面还有两个 就是什么 就是存货或资产中 包含的未实现内部 销售利润 加上债权 四个和两个 反正先做哪个 其实都无所谓 但这之间不要给拆分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我想在这要讲一件事了 就这件事了 特别提示的问题 我就还用凯提字 我这是个例题 学到这以后 我在日常教学中 我发现的问题就是 从来每年都一样 很多考生在学习的时候 不知道个别报表中的 长期股权投资权益法 与何边报表中 长期股权投资权益法 到底怎么区分 区别在什么 不知道 不知道怎么办呢 我用例子给大家说明一下 我用例子说明一下 那么下面我讲这个例子 是为了讲区分 我不是计算低分 就是给大家讲解一下 怎么区分 权益法 个别报表的和和平报表中 权益法怎么区分 好资料如下 一 投资10.7月号 背头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民是1万 其中评估增值都有存货 评估增值100 至年末 没多卖 卖30 卖多少减多少 固定在评估增值200 上科使用年限是10年 这第一个投资点 好第二个 内部交易 谁卖谁 我们在这都是顺流 假象以销售 B商品 价款300 成本180 那么对方取得 作为存货入账 至年末 也卖了30 这个我底的是没卖的 前面那30 我是卖多少减多少 那么这个30 是底的是没卖的 其实 第二就位 3号 假象以销售商品 价款5000 成本4400 以公司取得后 作为管理用固定资产了 年限10年直线法 好第三 以公司本年实现利润是2000万 什么是投资 我这题 什么是投资 是7号投资 想着 想着 一看到均衡这两字 我们注快特别考虑 各年内 就年内各月均衡 说明这个金额内除以 除以什么 除以二半年 不考虑走的是 下面我们一个来 第一个 最主要问题 投资10点和内部交易区别 区别在这 投资10点 投资10点 我们这样提有评估增值的 评估增值 如果说是持股比 假定20%情况下 20%情况下 那么在投资10点这一块 没有分路 没分路 他的一件事 就这个事 全一码 如果你的初始投资成本 大于取得投资 是应享有背头三位 可辨认竞资工资价份额的时候 是商与 不调账 小要调账 要借长头 带营业外收入 还记得吧 合并报表 假定持股比例80% 那么在这个时候 评估增值有分路了 所以看借存货是100 借固定在200 带资本公积300 有分路吗 有 然后到了年末的时候 到年末的时候 卖掉的 带寄存货 带存货 然后上面借什么 营业成本 卖多少 卖30 减30 是吧 借营业成本100乘30 30万 带寄营业成本 第二个 那个固定资 补提折旧 那么借的是管理费用 带的是固定资 是200出十年穿 是10万 好 那么合并报表中 这个商与是劝了 那边商与是不劝了 多给钱不劝 少给钱 那么要走营业外 那么这边内容呢 是合并报表中 劝了商与 正商与负商与 正商与又借商与 负商与是带营业外收入而已了 好 另外是我不会考你的 别管他 好 这第一件事 那么第二件事 什么内容呢 那么第二件事 我们就要看一下 下面内容了 就是对背头单位 净损益的调整问题了 个别报表 持股比20%情况下 我们要算调整后的利润 这个调整后利润 要注意是两件大事 既包括对 投资10点的调整 也包括内部交易调整 而这边呢 那么合并报表中的这个内容呢 调整后的进行利润 仅包括什么 仅包括投资10点调整 而不包括内部交易调整 区别出来了吗 出来了吧 区别出来了 好 那么我们再接着看啊 那么这边 调整后的利润 等于调整前的全年利润 是2000除二 半年 再接着减掉 投资10点存货 那么存货 卖30减30 卖30减30 靠这边 那么这边也是2000除二 减掉100乘30 卖30减30两个一样 看到了吗 再接着减掉 补提折就 这边是200 200除以10年 除以二 那么这边也是减掉 也是减200除十除二 好 那么这边调整后令 到这就完事了 那么这边还有事 在权益法下 还得考什么 内部交易 那么这边不需要考内部交易 这边考内部交易 所以假象以销售商品 那么价款300 成本是180 我抵的是没卖的 抵的是两条价 抵的是没卖的 成70%没卖的 再接着减掉 内部交易 形成固定的5000和4400 减掉被实现内部销售利润 5000减掉4400 再加回来 这俩减完是什么 600 再加回来600 除以10年 成12分之3个月 9月30号 当月增加不提折就 那么这边有吗 这边没有了 这边调整后利润291 这边调整后利润960 分路是差不多 这边借长头 二级科目水调整 带投资收益 调整后利润两件事 291乘20 那么这边呢 是一件事 960乘80% 借长头没明显 带投资收益 768 然后这边同时 这边同时 对投资试点调整 内部交易调整 在这都不需要单独编制调整 不需要单独编制 什么调整 底下没有得说 那么这边呢 你要注意啊 需要单独 看到吗 单独编制调整 分路 区别找回来了吧 好 接着看 那么现金鼓励 个别报表 借应收 鼓励 代记长头 二级科目损益调整 而合并报表中呢 是将个别报表成本法下的 代投资收益 在合并报表中 借掉 冲掉 权益法是代长头 其他综合收益 那么这边是权益法 借长头 代其他综合收益 合并报表是一样 借长头 代其他综合收益 其他权别动 借长头 二级科目 其他权别动 代资本公寓 这边借长头 代资本公寓 这边不显明细 那么都要乘比例 那边乘二十 这边乘八十 好 这是一件事 再看内部交易 内部交易的个别报表中 是没分录的 我们在前面 经历调整是考虑了 而这边的 在合并报表中 内部交易还要单独 边分录 低比分录 假象币销售商品 我抵的是没卖的 所以借益业收入 内部收入三百 全部充掉 价款三百 全部充掉 代存货 我抵的是没卖的 收入减成本 乘百分之七十 卖了三十 我抵的没卖了七十 算出了八十四 倒几出 营业成本 二十六 第二件事 内部交易 形成固定散 内部收入底掉 借营业收入五百 那么代季营业成本 是四千 倒几出固定资产六百 然后呢 这个六百 别忘了 还什么事呢 把个别报表 多提的 抵掉 个别报表 借管理费 合并报表 贷管理费 借固定三 那么六百 除以十年 乘十二分之三个月 九月三少 算出了这笔 这个十五的金额 完事了吗 完事了 你看两边差别多大 差别很大 好 到了为止 那么这个解释给他讲完了 所以说合并报表的权益法和个别报表持股比例20%的权益法这两个有相同点又不同点掌握区别就可以了啊掌握区别就可以了